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沾石炸讓我吃得球很大 它就是有一點帶酸味 沒有味道的 它帶酸味 像是豆腐版的芋頭 而且更酸的就更好 妳形容得太爛了 妳剛剛沒有加鹽 我剛剛沒加鹽 剛剛她吃這個沒有加鹽 她講得太好了 精緻法式料理人人愛 澀華松露機作法不常吃大公開 連呼吸都能夠感受到香氣來襲 不誇張 這美味一入口就讓人驚呆 它那是鵝肝的松露醬 全部有這個味道 妳聞看…都有這個味道 我的天 它尾隨著那個松露香味 在嘴巴裡面一直不斷地跑 為愛走天涯來到夏威夷 超大方主廚料理逆絕不常思 法師吐司口感太衝擊 美味到讓我用英文Hold住全場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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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吃了一整盤之後 她會講 妳也會講 很香 很香 命中注定來到夏威夷 越南主廚料理實在太驚奇 Koge化身西班牙打肉 一口一咬下 完全讓我嘖嘖稱奇 因為它麵包等於是把所有的那個油 全部吸進去 咬下去那個油炸開來 就好像取代魚油的口味 還在異國吃得豐足 我是在夏威夷探尋混血美食的 愛玩客 妳有想過食物移民嗎 當一個移民的人來到這個國家 他的食物是不是也跟著過來 但這家很不一樣 他人來了 味道沒來 為什麼 因為他這邊賣的是很傳統的夏威夷菜 他從哪裡來 他很早很早 以前他的祖先從日本 你的祖父子 祖父子 祖父子從河北 他們其實是美國人 美國人 對 但他們是父子 所以很長時間的祖父子 對 從河北 但你賣了所有的夏威夷菜 對 沒有日本人 我問他 那為什麼 他說他們就來這邊之後 成為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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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 然後 美國人之後 然後來到了夏威夷 他喜歡這邊 而且這個 他剛剛講了一個很天大的秘密 什麼 就是他公以前沒什麼唸 唸到二年級 然後很窮 沒得唸 所以後來就 在這邊就跟這些夏威夷的人 和在一起去學這個夏威夷菜 而且老闆娘的爺爺 不只學會了料理而已 更發揮了他的商業頭腦 因為爺爺從小就認識了 許多夏威夷的朋友 也非常喜歡這裡的食物 可是卻發現當地人 並沒有把他們的食物商業化 也沒有好好介紹這些美食 所以爺爺才會開著這間店 來宣傳夏威夷的美食 我們這裡有一個 撈撈 這裡是 撈撈 撈撈 鱔 鱔 你意思是鱔裡面嗎 鱔裡面 鱔裡面 我吃過這個 這怎麼有點像巴掌的感覺 外面包著咕嚴 然後裡面是大塊肉 所以我們只吃它嗎 對 不要吃的味道 其中一個是糖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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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可以明顯的感覺到 現在目前錄影的氛圍 跟之前不太一樣 因為他會不斷的希望去表達 他喜歡的食物 對 他對他的食物前有信心 對 但是任何食物 如果信心 就靠這一口浸到裡面 就知道他有沒有信心 是不是 來 瑞秋 該妳 很不雜的耶 這是芋頭對不對 對 芋頭 可是我完全吃不出來 有芋頭味 我們知道這是Caro 對 但它是不同的 對 Hawaii是唯一的 它就是有一點帶酸味 沒有味道的 它帶酸味 對 酸酸味 它就是有一點它自然發酵 它就只有蝦味這樣 像是豆腐版的芋頭 我們可以說這是Taro芋頭嗎 對 只放在那裡 可能在台灣 但不在台灣 對 對 你可以放在那裡 因為它很脆 對 這是糖嗎 對 而且更脆的 更脆的更好 其實這有點新鮮 我跟你說 我真的必須講 他剛剛那一口 跟我現在吃的這一口 是一模一樣 你形容得太懶 這個很好吃 它這個很像什麼 很像Cream Cheese的口感 它把什麼 它把這個鹽味的豬肉 包覆在裡面 對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膩頭的同時 它的洋蔥跟這個鮭魚 帶一點酸味 對 整個在嘴巴裡面 是解膩到個淋漓 你剛剛有偷加鹽嗎 我剛剛有偷加鹽 對 你剛剛沒有加鹽 我怕沒加鹽 對 我先吃沒加鹽 我告訴你 剛剛他吃這個沒有加鹽 他講得太好了 抓到了吧 大家都看到了 不是我講得不夠好 是老詹實在不夠朋友 Cue我吃原味 自己卻第一次加了鹽巴 眼前這道傳統料理 叫做牢牢 是當地原住民的美食 通常是用嫩的玉葉 包著豬肉一起蒸熟搭配著吃 芋頭更是傳統食物中 不可或缺的食材 上到嫩葉 下到根莖都會拿來食用 像是眼前 這個芋頭發射的 就是夏威夷人主要的澱粉來源 不過夏威夷也有 芋頭之外的美食啦 接下來這一道 怎麼讓我有點想家啊 這是什麼 這是燙燙的 燙燙 燙燙 對 所以是燙燙燙的 燙燙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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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因為在這個關島也好 或是夏威夷也 他們有一個菜 叫做燙燙燙燙 燙燙燙 燙燙燙是怎樣 它是下面是飯 上面它會有一塊 像漢堡一樣在上面 然後上面放蛋 然後白醬 白醬就淋上去 有時候有那個蘑菇在那邊 蘑菇 蘑菇 對 這個它改了 改過了 對 它把中間的漢堡拿掉了 那它用什麼 它把豬肉切成片之後 先去醃 先醃 不是 先醃過 麻蘑菇先醃過 醃完之後再去燙 它用什麼 它用荔枝樹 去 跟燙鮭魚一樣 對 它用荔枝樹去燙它 然後再放這個甜的洋蔥 然後跟青椒 對 然後變成這一道 然後變成它這個 它就創造成這樣 這是白醬 白醬 這是白醬 對 這個菜是由我 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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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這個煙燙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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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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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它不是正常的 但是很像中文 我相信你 對 鹽肉嗎 對 很中古的味道 很像中文 對 但是其實是Hawaiyan 對 很好 好 是台灣菜 台灣菜 對 它就是我媽媽每次在炒 褲結的時候不會買到辣肉嗎 切片有沒有 這樣 然後炒就... 炒蒜苗啊 對 對 它是換個青椒 然後洋蔥在上面要炒一炒 然後把飯放上去 很特別耶 因為你很難想像這兩道菜 會是在同一間餐廳主間 因為兩個味道是完全不一樣 好好吃喔 真的耶 好下飯喔 這個 我一直配菜去吃耶 這個很好吃 非常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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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敗成這樣子 可是一點都不誇張呢 夏威夷的Lokomoko 在當地人的心中地位 講直白一點呢 就像是滷肉飯在台灣人心裡一樣 一樣的重要喔 只是隨著時間的演變 和人種的多樣化 在地的Lokomoko也跟著進化了 差別主要在於肉類的變化 就像這一間捨棄了傳統的漢堡牌 選擇用中式的叉燒 再加上微甜的醬汁 我的媽呀 真的是好吃到 讓我一個人可以磕掉好幾盤了 好啦 這道道地的夏威夷料理嘗過之後 接下來我們也該試試 別的國家的移民料理囉 所以移民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對 因為不但它把 它人到了一個新的地方 它把文化也帶到一個新的地方 就是像我們搬到別的地方去 我也把台灣的食物 帶去那個地方 當然 當然也不是只有食物 比如說你的習慣 對不對 我們現在去的這家店 它很特別 我喜歡這家店的名字 名字 因為它是用它什麼 因為它主廚的名字在取名 比如說我的店好了 就叫詹姆士的店 好像慫了一點 對不對 但是它的店是什麼 叫什麼 有沒有 Chef 你看明顯的看那個Chef 對 對不對 他是一個法國人 法國人 法國人 但發音我們可能沒有辦法 發得很好 對 之類的 就在這邊 我很好奇 法國的主廚 對於說底下 法國主廚應該是長得很細膩的 然後呢 然後做的甜點 點心一定都是很精緻的 我印象是法國人 他為了美食 人家給不責任的手段 真的嗎 因為他可能要把美食 堆疊到最高的境界 但這樣的人 來到了夏威夷 一個度假天堂 他會怎麼樣去面對這樣的方法 對 搞不好帶個胡桑花在那邊做菜 吃飯吧 好 所以為什麼要煮現在嗎 我們做一串股肉 所以我們只要脹脹皮 脹皮 然後呢 我們把脹皮皮皮 把脹皮皮沾上 然後放在上面 然後放在上面 所以它看起來 對 鴿鴿鴿 松露塞到皮下嗎 把皮撕起來 幫雞做整形 先把皮撕起來 把東西墊進去再把它蓋起來 食物在跟我講整形 所以這個雞肉在英國很著名 對 把它從法國帶過來 夏威夷當地這樣做的 對 就像一片一片 這樣慢慢放上去 所以主要是讓松露的味道 入到那個雞肉裡面嗎 真的 我剛才吃不了了 這就是完全驚喜的 你怎麼這麼想 你怎麼這麼想 他就像你老闆 我先放了一片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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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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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時 24小時 在冰箱 好 然後你放到冰箱冷藏 冷藏 不能把它蓋起來 因為冰箱它會把水更吸乾 放24小時就會變成這樣 因為有帶一點金黃金黃 而且有那種筋骨在上面 什麼筋骨 有啊 你看這一粒一粒小小的 就是那個松露的顏色 就是這樣 就是看到松露 它覺得整個高低起來 它整個就熟氣起來 還筋骨 我來的筋骨 你要笑好嗎 我這可是在提升整個氛圍 OK 畢竟你看看 這每一片松露的那麼的大便 放在雞肉裡面有那麼的大氣 筋骨雖然是誇張了一點 但也是想配合這隻雞的身價而已 我跟這奢侈的松露雞 也是初次見面 到底是什麼味道 好期待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它是那個奶油的味道喔 奶油香 奶油香 對 我這邊都聞到了耶 它有一點半煎炸 像它表面有點焦焦的 對 你知道 可以煎到焦 那個雞皮的部分最好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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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現在在煎雞肉的時候 你在講什麼 他說他跟雞肉在講話 他說你不要給我弄壞 因為我們現在就在拍攝 好 好 但為什麼你不直接放進烤箱 因為你會說 即使我們再煎雞肉 這是一種的醃製 讓皮膚失敗 但是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皮膚失敗 他說為什麼你不直接 它剛乾的時候 直接對進去烤 我就不再煎它沒有 它煎這個過程當中 可能是要讓那個皮 留著再配一點 待會兒現在烤的時候 它就那個皮會不見 很薄 幾乎是不見 你可以看到透明的鬆子 這樣 好像吞狗嘴的 煎 主廚的每一個步驟 都是精雕細爪 連雞皮的厚薄 都要斤斤計較地計算著 這根本就是用藝術品的態度 在做每一道料理 所以有機會來到夏威夷 你絕對不可以錯過這裡 但是別說我沒提醒你 這間餐廳 可不是有錢 就能進來吃上一餐的 因為這一間餐廳 號稱是夏威夷 最難訂得到的餐廳之一 讓我越來越期待了 這間餐廳好像是烤焙 烤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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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後上面是和牛 是最大的和牛 是 你不會再找到更好的和牛 上面這個醬 它就看得像是烤焙醬 但它裡面是講述火龍果 但是我太確定 現在翻十六 翻十六 翻十六 用翻十六做出來的烤焙醬 其實我還沒有試過 我也想吃看看 所以我希望你先吃吃 看他們的餐廳 OK 因為一般你會認為是怎麼切吃 先吃這兩個 對 然後把肉吃 先吃肉 再吃南瓜 再吃南瓜 我的天 很棒 它的醬是酸 是翻十六 沒錯 有點感覺是那種 還沒熟的翻十六 還沒熟 就是還沒熟的 還沒熟成的 還沒熟成的 其實像芒果清漿比較酸 它那個酸很明顯 但是烤焙醬是沒有錯 但那個肉下去之後 因為和牛它會很軟 同時 它已經油脂比較多 但它的醬汁很好 一吃下去之後 它把它的油脂全部拿掉 你咬第二口之後 你整個糖炸出來的時候 你感覺你吃起來 第一口 第二口 第二口都出來 這不像肉 因為它咬下去 你說那個炸開去裡面的水分 跟那個油脂下去 就整個 炸到你的嘴巴裡 好好吃 你吃不到任何肉的筋 它就這樣軟嫩的 很優雅的 像法國人一樣 它慢慢的炸出來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這麼驚豔啊 對啊 像它小小的一塊 它裡面真的是 盤腸很多東西耶 很複雜的感覺 又軟 然後又香 然後又有汁 吃 很美味 很美味 那為什麼不做大塊 為什麼你做大塊 因為你有六個課 如果我做大塊 你不能結束 OK 它大概有七種 七種 它做大一點沒辦法七個都吃完 我吃不完 因為你開始用蝸蝸 蝸蝸蝸 之後你會有蝸蝸 之後你會有蝸蝸 如果我做大塊 你不能結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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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開個小玩笑 順便看看 能不能為準備來這裡的觀眾 謀福利 我的老朋友們 半夜讓你們看到這個 煎牛排的畫面 真的是我們不對 但是這一道和牛 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們都知道 和牛本身的肉質 就特別地軟嫩 而且油花更是恰到好處 再搭上Chef Morrow特調 帶點微酸的 三十六醬汁 這滋味真的是好舒服 再給我幾盤 我全部都可以吃下肚 接下來期待已久的松露雞 終於要上場了 它那是鵝肝的松露醬 記憶裡面已經有那麼多松露了 還繼續放鵝肝松露 全部都會到 對 這是一人嗎 對 對 對 因為妳有兩人 妳有兩人 她只在一人 兩人 兩人 你可以明顯看到它的皮的部分 已經是很薄到不行 皮很薄 對 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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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它整個這個已經縮起來了 很薄 然後它看起來 你看肉的部分 你看我這樣動有沒有 它的彈性還是在那邊 還在動 然後注意喔 它是雞熊 所以現在可怕的就是 如果放進去是很乾材 我可能會掉味 對 那如果放進去是很汁的 我會哭 會大哭 會感動 我的天啊 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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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它這個雞皮 它等於就是醬汁 雞皮就是醬汁 因為它雞皮它感覺很香 所以每一口 它的香味都有 松露有 但我說真的 它更迷人的對我來說 我不是說一定是松露式 但是它那個皮 它嘴巴裡面又是濕潤度 然後又咬那個皮 這個皮很香 它又不是讓糖那麼脆 它不要炸去脆了 它每一咬一口 你就是感到它那個 汁油出來的味道 炸開了 它尾垂的那個 松露香味在嘴巴裡面 一直不斷地跑 如果沾一點醬 它雞皮的味道一直跑出來 然後松露 雞皮 松露雞皮這樣 因為雞胸它是屬於比較厚的 你會很耐心吃到雞胸中間的時候 只有肉味沒有任何的配料 可是它松露真的放在那個上層 就是讓你每一咬一口 配著那個雞胸肉 是每一口雞胸都是有味道 都有松露的香氣在裡面 而且它雞皮是 有一點韌性的雞皮 就是有那個Q彈度 它不是那種脆的 對 它不是脆的 它是有點那種 就像拉起來會彈出來的那種 像起司一樣 是有彈性的那個雞皮 好吃喔 它好像冰皮 這是很棒的經驗 對 我非常開心 在這裡 嘗嘗你的肉 非常棒 真不愧是拿到無數獎項的竹竹 每一道料理 都宛如是一場奇幻之旅 就像他所做的這道松露雞 每一個步驟都有意義 精緻的讓人覺得敬佩 將這松露的香氣封在雞皮下 讓相對厚實的雞胸肉 吃下去的每一口 都有濃郁的松露味 將它這松露鵝乾醬 淋在這薄薄的皮上 皮跟醬料完全結合在一起 這時候整個奢侈的一口咬下它 你們說說 這怎麼可能不舒服 好了 感受完夏威夷的傳統料理 又吃了法國來的移民美食 接下來我想我們該去感受一下 文化的衝擊了 下一間 這可是充滿衝突感的餐廳喔 你有沒有發現 這是一台這麼棒的敞篷車 沒下雨 但為什麼是這樣 你看它 它給我這樣 你在幹嘛 因為你在幹嘛 你曬黑 這不會變強 我沿途開車 我根本不覺得我旁邊載一個人 我覺得旁邊就載著一坨布竿的 布竿 沒那麼誇張 但那不重要 好不好 重要的是我現在要告訴你 我們現在去的這個地方 是否在網路上面做的空間 但它有一個背景是很有趣的 這是一個 為了愛走天涯的故事 好浪漫 話說在幾年前有一個女生 她很會做菜 對 住在紐約 她因為愛上一個男生 所以她搬到了這邊 就從紐約這樣飛到夏威夷 住在這裡 為了一個男生 為了一個男生 但她有點鼻酸 怎麼了 因為他們不來分手 北廖岡 不是 北廖岡 她沒有北廖岡 因為很幸運的 她又抓到她人生的第二村 所以她又再交了新的男朋友 在夏威夷 對 她又變浪漫了 但是那個不是重點 她是一個 她是一間早午餐 早午餐 對 你知道什麼叫早午餐 對 它裡面賣一個東西是很特別 因為她很喜歡吃餃子 餃子 所以她在早午餐裡面 還有賣餃子 中國人的餃子 對 但我們現在人在夏威夷 我們這樣講好了 如果說妳今天 妳在台灣妳都去哪邊吃早餐 恩外貝果 恩外貝他 對不對 不要講名字出來 或恩差貝果 對不對 妳去想 它裡面如果賣餃子怎麼辦 超級怪 是不是 所以說 妳現在進去裡面吃 盡可能 我們不要聊到她第一次的男朋友 不是 我們盡可能 多聊一些餃子的事情 好不好 以防她落淚 對 她不會落淚 來 找到第二村 來 麻煩 看到這裡就是餃子 然後在我的左手邊 這位就是為愛走天涯的Chef 這是James 很高興認識你 阿羅哈 這是Rachel 很高興認識你阿羅哈 阿羅哈 阿羅哈 我們知道妳是第三代嗎 是 中國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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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我問她二十年為什麼來 待會兒一個男生來 對 對 她來了之後兩個月之後 她開了這間餐廳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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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柑橘 真正的柑橘 如果你要拿這個 謝謝 我可以吃一點 試試一點的醬 這是鰭蛋蛋的柑橘 你把它切進去 中間 中間有柑橘的柑橘 我的天 有蛋在裡面 你也能一直切 剛剛蛋黃是這樣子溢出來的 很美味 很美味 這好像一大利麵 上面放一個柑橘蛋有沒有 拖在一起 跟肉醬拖在一起 因為它柑橘就是用肉包的袋子 然後把它做成像餃子 它把它做成中骨的味道 它是很難煮的 我們在做寶寶麵 一般它是大的水煮蛋在裡面 跟麵包肉 肉把鹽橘蛋包起來 但肉球 但肉球 怎麼用中文它太好了 所以他們不常吃 你不覺得他都把他的秘密 就全部講出來 就教你什麼 對 對 主動台北NBC 竹竹怎麼會這麼可愛又大方 懷疑的他生長在美國 熱愛中式的美食 也因此餐廳有著中西合併的特色 而且重點是他在美國 可是相當有名的明星廚師 因為他過去參加了第一季Top Chef節目 而且還得到非常好的名字 自己就是餐廳的活招牌 所以時常會有客人慕名而來 難怪東西會那麼好吃 下一道趕快上 我快等不及了 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最有名的餐廳 這是Coco Moco 我們煮一些寿司米 在一鍋裡 跟橄欖油 我們煮一鍋 我們煮一鍋 自家製的香腸 這是食物 但是它有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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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它把壽司米 但不是壽司 它就是日本的壽司米 然後把它跟大蒜炒出 然後它做了一個醬 這是牛肉的奶油 然後裡面有放香菇 又放菇菇在裡面 這個炸人是韓式的泡菜 Kinch 對 然後上面再放一個蛋餃 然後都是用當地的食材 好特別 讓我試試 好 切入那個肉 好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 當我切成熟 我會煮一鍋 我會煮一鍋 我們煮豐富的食材 菇菇 它有很多味道 很多辣味 很好吃 很好吃 它那個肉很像 我們一般在吃那種美式漢堡肉 那種汁 然後跟它厚的肉 對 你吃那個糯米 糯米 可是你現在是被飯夾住 那個澱粉就是已經取代 我們一般漢堡肉的那個感覺 然後又有那個糯米的感覺 然後整個味道是融在裡面 在一起的 好濃 對 它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的肉 紮實中帶水分 你可以講說很多店都是這樣 好 但是它的醬 它是用牛肉汁下去做 所以是深色的醬 不是白色的醬 對 但最特別的是它的 因為它是用這個鐵板 所以它下面的那個 磨巴 那個飯也磨巴了一下 好香 這個很好吃 謝謝 謝謝 它好奶油 很膩喔 我愛你 泡菜 你泡菜你吃了沒 泡菜 你吃吃看 炸泡菜嗎 你再嚇一跳 炸泡菜很好吃耶 因為泡菜 好香喔 泡菜有很多水 對 所以煮得很難 很難 很美味 這道從ロコモコ改良出來的 ココモコ 實在是讓人太驚豔了 尤其是這個鍋巴 這次香得太舒服了 但是 主廚標榜的是 使用在地的食材 受單產地到餐桌上的距離 使用是夏威夷群桃 其中的貿易島所養出來的牛 它不使用進口的冷凍牛 這就是它的堅持 傳統的ロコモコ有四大要點 第一 一定要有白米飯 第二 漢堡牌 第三 半熟蛋 最後一個最重要 就是淋在飯上的濃稠醬汁 其實講直白點 很像我們的中式會飯的概念 但是這道ココモコ 它在鐵板上面的呈現 讓人感覺是有點熟悉 又有那麼一點的無頭 要做甜點 對 重點是一般來說 甜點不會是在這個桌上做 對 在廚房做 但怕你們看 所以我們做一次給你們 OK 所以我們一位最有名的桌子 對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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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我們眼前這個美味 炸得蓬鬆 又加上了兩片 看起來酥脆的培根 這到底是什麼滋味啊 是軟的耶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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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dy Bacon 它是有用糖去煎嗎 還是為什麼一直要叫它Candy 它甜啊 對 Candy Candy OK Candy Candy 你吃不出來它是 它一咬它是那個 軟的那感覺很像蛋糕耶 這蛋糕的感覺可是外面有那個糖 那樣脆脆脆的 然後那個瘦扣的香味嗎 對 對 那個香氣是在整個嘴巴裡面都是耶 然後裡面一咬它那個都是不滋 它是因為那個醬汁就不滋 它全部都炸出來了 好好吃喔 好喜歡它這種浮誇的表現方式 皮就不滋味嗎 對 好 它是肉桂 是肉桂嗎 它是肉桂跟豆蔻一點點 然後它的 它就是很像裡面很像麻糬的那種感覺 對 對 就是吸滿汁然後軟軟的 在外面很脆 對 它在嘴巴裡面又熱 它是熱的 對 它是甜的 對 它是所有的東西都在嘴巴裡面 就一直在撞 真的 而且培根沒有它那個油膩 因為一般培根你會吃到那個油油的感覺 它完全沒有 它就跟這甜味全部融在一起 所以培根吃到的是它那個香 然後跟那個甜味融在一起 然後跟那個豆蔻子 好可怕 你來開個奶啦 你來開個奶 你來英文變好耶 它就是你知道 好好吃喔 它又熱又冰 對 又鹹又甜 因為它的培根 然後它又脆然後又軟 它是所有的東西的 應該所有的對比 都在這一口裡面發生 可能還沒拿著彎 要來吃 一定要來吃 好好吃 你吃了一整盤之後 他會講 你也會講 可能還沒拿著彎 是不是 可不是我貪吃 連老真都開口了 你們就知道它有多神奇 鹹甜 軟脆 冷熱 這麼多種的對比 一次在嘴裡爆炸出來 真的是不誇張 這真的已經好吃到 讓我都快要有龍飛出來了 真的會忍不住 一口一口的吃下去 我發現主廚他的料理 最大的特色就是衝擊跟對比 就像生長在美國 卻熱愛中國飲食文化一樣 很好 我就欣賞這種衝突感 吃完這道甜點 接下來我都開胃了呢 走 出發下一家 如果跟妳說 這是越南菜 妳相信我嗎 不相信 我想 我也是 嗨 這是James 嗨 我確實 叫Mandrew Mandrew Mandrew Nice to meet you Mandrew Nice to meet you 所以 Andrew 你到底是Vietnamese Hawaiian嗎 我 known是Vietnamese 是Vietnamese 也是中身的 而且我生成了了 Hawaiian 在水中 也生成了 COOS 為什麼你的父親決定要移民到這裡? 其實是因為有機會 有機會 有一個戰略 然後我父親是英文翻譯的 美國 他有機會去飛機去逃避 所以我們回家 我媽媽 她有9個月子 9個月子 然後他們在船上 他們不知道要去哪裡 他們在船上 然後在船上 他們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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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家人 他爸爸以前是個翻譯人 是 英文翻譯者 是翻譯官不知道 有一天因為那時候的越戰 所以他的... 上面的感覺說 他只有兩個鐘頭的時間 對 你要去哪一個船船 坐到哪個船船 對 他就走了 所以他就回家 帶了他的太太就上 但他太太懷孕了9個月 所以他本來是要到 美國中部的一個船 對 但是因為他都會停在夏威夷這邊 加油 剛好他的媽媽養水過 過了 要生小孩了 對 所以他後來就把他送到了醫院 然後飛機就上去走 然後他們就留下來了 然後就留下來了 那之後 你的家人都留下來 好啊 好酷耶 真的很偶然耶 非常酷 這就是命中注定啊 不然怎麼會有這麼臭巧的事情 而且剛好夏威夷 這些豐富的異國文化 和不斷融合的飲食習慣 超級適合這位 有豐富創造力的年輕老闆 這根本就是老天爺賞飯吃嘛 這個叫阿彼塔塔基 阿彼塔塔基 阿彼塔塔基 有點像是日本人的 這是生薑的阿彼 謝謝 這是在西班牙麵包上 這是鮪魚 還有一些橄欖油 裡面有番茄 然後上面是一些炸過的蒜片 對 然後一些蔥在上面 然後一些蔥在上面 是冰的耶 它把麵包 用橄欖油香去炸開 炸過 然後 然後把它拿起來 變成這個脆脆的 然後把生薑麵放進去 然後阿彼塔都會翻起來 因為它麵包 等於就把所有的那個油 全部吸進去了 然後這魚如果沒有那個油的話 可能就會有點乾乾的乾乾 可是有那個油 你咬它被那個油炸開 就好去取代魚油的口味 是用來的 有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跟我們的食物很享受 對 我們喜歡 Hawaii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對 對 我們知道 日本人 日本人 中國人 日本人 在這裡 我們看到 Cuisine的語言 對 對 就是 夏威有很多的文化教育 日本人 越南人 台灣人 中國人 什麼人都一樣 非常的低 好像就是華人 越南這個地方 流 už之後產生了很多路不怕 國硬 不怕疼流 然後創意菜真的很多 就是這個飲元素 應該也就是Popki的元素 然後再加上 Part esta forma 對 然後把它放出去 都不是不一樣的味道 但還是吃不算就越南菜 這是 ghost 對 我的島 是的 麵包經過橄欖油油炸之後的酥脆 跟PoGi的柔軟相互襯托 也讓人忍不住讚嘆 PoGi在夏威夷的變化 只要是約束隊了 PoGi便可以無窮的發展下去 這裡的料理打破了 國界跟文化上的差異 也發展出另一種屬於 夏威夷獨有的飲食文化 而像接下來的這一道沙拉 就將夏威夷的特色 完全給它展現出來 這個大道菜就是阿古雷 阿古雷的意思就是 像黃罐 一般人家是 夏威夷不是會給你花環 它不是 這個是蓋在上面 那他說這個阿古雷就是給一個 就是你愛的人 你很想要表達很示愛的一個人 可以點這道菜 那為什麼他叫這道菜 他叫Fonts阿古雷 Fonts就是一些農夫 所以他這個代表說 他對農夫的敬意 這裡面有超過20種的蔬菜 對 全部都是夏威夷當地的蔬菜 對 所以他叫Fonts阿古雷 就是把這些 把這個黃罐的 獻給這些農夫 他們辛苦地種了這些菜 很棒 對 這是這個調味的 一點芝士油 還有一些芝士水 芝士水 好的 它的醬汁是 羅勒的橄欖油 再加一點點番茄水 番茄水 就番茄你如果拿去烤的時候 對 它會出水 會流一點湯 它會出白色的水 所以要洗洗 然後再怕 那放那些水 再跟這個混在一起做水 然後淋上去 它調味非常非常地淡 因為它想要讓你吃 它真正原汁原本 就是菜原本那個甜味 對 對 對 這個很好吃 芝士油 芝士油 對 對 味道像菇米 對 所以所有的… 那邊有芝士油 我只是拿了 對 對 這個 這 對 好吃 好好吃 它裡面的口感不像是新鮮的芝士油 它不是 它有… 它有浸過東西對不對 所以咬下去那個水分是超多的 然後有點酸酸的 很像果凍 它有咖啡子 對 我們稱它是水分 對 就像水分 對 對 對 然後它有一點口感 它真的是… 咖啡喔 咖啡豆 這是咖啡豆 對 這是我們喝的咖啡嗎 咖啡的脂 咖啡豆沒有咖啡的香味 那還沒有到 沒有烘焙鍋的咖啡的味道 因為你一般在吃這個沙拉的時候 其實我說真的 你吃沙拉真的就在吃沙拉醬 就是很單純的 你不會吃到 像我剛剛吃草莓一個驚喜 然後再吃到那個咖啡豆 又是一個驚喜 就是一個沙拉裡面 有好多好多的味道 全部在這一盤裡面 跟一般的沙拉 是真的完全不一樣 但是因為 著實被打了一巴掌上一刻 沒有 其實不瞞妳說 我每次只要在錄影的時候 我常常一段都在飯 當一旦認為說 你書念得越多 你覺得自己越不會 那當你知道了 原來一山還有一山高 而且他甚至是這麼年輕的 然後他做這樣的東西 可以讓你去思考的時候 我都活年紀一大把 就是你可以載你 而不是說我不應該 沒有 你覺得原來我可以載你 加油 我的意思是 你一定也可以創造出 更厲害的料理對不對 就像這一盤花環沙拉 或說你們可能不知道 這花環跟夏威夷 可是同一詞 象徵著祝福 友善的意義 而這道料理中 更是表達對農夫的尊敬 和感謝 我想也是因為 有如此謙遜的胸懷 才能做出這麼多樣化的美食吧 最後老瞻加油喔